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分享一下台灣遊戲製作公司赤竹 將於2023年Q2推出道教科幻與上古神話的 2D平台動作冒險遊戲 9日9souls的體驗版心得 對我來說橫向捲軸的遊戲 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伴隨著有一點難度的操作 這點在9日也不意外 官方希望讓玩家有如隻狼那樣的操作體驗 在一開始玩的時候過沒多久就死掉了 所以這而來的就是進入更進一步的戰鬥技巧教學 這款遊戲在打擊方面的感受做得很好 遊戲畫面的細微震動加上聲光效果 擱檔過後的動畫以及貼服爆炸的動作 整組連貫起來真的讓我玩得很過癮 美術畫面的部分更不用說 這直接就是會讓我想要買單的 因為結合道教的文化及科幻色彩 在試玩版中可以看到遊戲製作組 在背景的美術細節也十分用心 雖然試玩版的遊戲時間不長 但光是這一小段劇情就有點耐用詢味 想要馬上知道後面的劇情 最近越來越希望 東方文化的遊戲可以多更多 因為對於我們從小到大的環境來說 能十足的去重新感受這些東西 在遊戲上真的會非常的有感覺 劇情線上過場的時候 都會搭配四個漫畫的場景出現 讓遊戲體驗更上一層囉 遊戲的畫風看起來可愛 但操作起來卻沒有這麼簡單 誠如前面所說 遊戲組希望讓大家在操作上 想格擋和反擊 視為戰鬥核心 所以想要單純的戰裝打擊 其實也不是不行啦 相對來說也需要看準時機點 對於格擋或是閃躲來說 其實真的滿像節奏遊戲的 只要習慣了那個感覺 其實上手不算困難 反而會覺得滿適合想要嘗試 有一點難度的玩家 體驗版在一小章節結束後 還有開啟頭目戰的體驗 這裡的難度就大大提升了 我也是在這裡死了好多好多次 但是我覺得最讚的是 打的過程不會有一種不可能 我一定不可能過關 然後就放棄的感覺 而是會覺得好像能夠掌握住 即使實際沒有抓好 就是這種讓玩家有一種 可以再次嘗試的感覺 真的不知不覺就會弄下去了 當然打突關的時候的那個成就感 就是一個字爽啊 總結這個遊戲 目前對我來說心動指數滿高的 而且官方最近的募資活動 已經快要截止了 透過這次超標的募資 還開啟了額外的驚喜 我也是二話不說的參加了 遊戲群的朋友非常推薦 在Steam上下載來試玩看看喔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有什麼不一樣的心得跟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感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囉